晚间6点04分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这期死亡车祸 时间是清晨4点多钟 地点是新北市的林口 这两名未成年的少女 一位13岁 一位才15岁 双载骑着机车 没有戴安全帽 敞红灯 撞上了一辆货车 两人伤中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15岁的少女的父亲 非常难以接受 在前天晚上她才叮咛女儿 没有驾照 千万不能骑车 未成年少女双载 没戴安全帽 疑似抢快闯红灯 撞上绿灯执行的小货车 两人撞飞后 机车这么一撞也几乎解体 车牌掉落 排气管也飞得老远 小货车则是左车头凹陷 连车上的线路也掉落 两个骑摩托车的 就闯红灯过去 然后货车从那边过来 就直接撞上去了 车祸意外发生在凌晨4点 15和13岁的未成年学姐学妹 相约和朋友夜游结束后 准备回家 当时15岁的学姐骑车 载着学妹 两人都未成年也没有驾照 也没戴安全帽 却骑车上路 而且速度相当快 行政领口文化三路 疑似抢快闯红灯 当发现右侧中校路口 有小货车时 根本来不及刹车 直接高速撞上 两人撞车后 弹飞落地 头部重创 伤重 送一不知 意外发生后 小货车驾驶 久久无法回程 而警方对驾驶 酒色指示灵 根据了解 15岁少女的父亲 前一天才念了女儿 不应该跟朋友到处跑 还叮叮她 没有驾照 不能骑车 没想到 居然半夜 趁着爸爸熟睡 和朋友相约聊天 还骑车夜游 发生意外 15岁的少女 今年才刚从国中毕业 在今年册上 留下青春回忆 在校成绩表现平平 却和13岁的学妹 感情相当好 书假刚开始 半夜不睡觉 相约夜游 却无照骑车 没打安全帽 还闯红灯 同情的朋友 现场没人阻止她 不能骑车 遗憾发生后 才敢来看好友 却成了最后一面 祝你选新北市 做梦到